最近接獲到很多的民眾的這個陳情 就是說他的汽車是停在白線上 那為什麼還是被開單 被取締告發收了紅單 那他們覺得很不滿很不平 那因為花蓮市有很多的街道其實不夠寬 那最重要的我們是希望警方能夠用很明確的 比如說包含這個路面的標示 或者立這個告示牌 讓民眾很清楚知道 能不能停車不要去違規 那這個名片就能夠比較降低 40公分內所以這是可以的 所以他停車的時候 這個路面的邊緣 要緊靠路邊邊線 緊靠路面的邊緣 那如果說也站到車道的部分 這屬於這個違規的太陽 那如果是要停車的部分 那可以在這個車道空間範圍允許下 要緊靠路邊的邊緣 不超過40公分的一個範圍裡面來停車 車身已經壓到人行道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是依照這個 道交條路相關的規定 這個佔用這個人行道 這個也是違規太陽 這次的都會有的 有可能是一種旁白的地方